您好 我是柳云秀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新闻一开始呢 首先带您快速来浏览北美各地最新的诱点新闻 飓风希拉里本周末恐为南加州地区带来暴风雨 周四 热带风暴希拉里在墨西哥西南部的太平洋增强为飓风 并可能沿着墨西哥的巴哈半岛北上向南加州移动 国家气象局预测 大雨最快将于周日袭击南加州和亚利桑那州西南部地区 届时 强风暴雨和山洪是主要威胁 气象局建议居民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好准备 劳动力市场继续展现出实力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下降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 截至8月12日当周 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1万1千人至23万9千人 低于前一周的25万人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再次下降 美国劳动力市场继续展现实力 在高利率和通胀的情况下 仍保持在健康水平 曾在客机上起火 Costco召回Ubio Labs充电宝 由于可能会因为过热而着火 造成火灾危险 Costco宣布召回已销售35万台的Ubio Labs充电宝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并联系Costco获取全额退款 目前Costco已收到三起火灾报告 其中一起是在飞机上起火 导致四人吸入浓烟 另一份是乘客轻微烧伤的报告 来于未来领袖 国泰银行基金会宣布2023年奖学金得主 国泰银行基金会宣布了2023年度奖学金的获奖名单 并选出最终获奖的20名学生 本届奖学金共收到533份申请 较去年增加7成 创下历史新高 国泰银行基金会奖学金通过助力高中生实现大学梦 支持教育发展 获奖学生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全职就读四年制大学 他们每人获颁的1000美元奖学金将用于支付其大学学费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 别忘了